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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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希望主席 你容許我 歡迎 蘇家浩議員 回來這個議會 繼續為澳門的市民服務 我們也需要知道 其實他的終止程序 有問題 其實在數十年來 住屋的供應和需求 一直都處於失衡狀態 主要是由於本地居民 和非叛隊居民的房地產炒賣行為所致 住屋的供應量低 亦與審批建築圖則的官僚程序有關 並因此造成住屋需求的明顯增加 事實上 住屋一直是最具影響 亦是年輕一代最擔憂的主要問題 這是因為 無論他們怎樣去折檢 亦都越來越難 儲蓄支付首期 訂金所需的款項 以便隨後向銀行分期 上還貸款 增加住屋供應的小數解決方法 其中幾個就是 政府將可興建住屋的土地公開拍賣 要勇於刪減現時在建築圖則審批時的官僚 複雜的行政程序的眾多步驟 而且亦要撥出一些土地 來為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興建宿寺 最後所提的方法是最簡單的 因為只要決策者有這個意願問題便可解決 將可處置的土地以相延的價格進行司法拍賣 並設定一些限制以避免炒賣 這對買家而言是一個解決方法 而且亦可以在房地產市場增加住屋供應 雖然政府經常公開表示公務員是政府的重要資產 但是自澳門特區成立以內 政府幾乎完全忘記了為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興建宿寺 假如現任行政長官的親密夥伴 即是公務員 可以看到這些宿寺的建成和能夠租住相關的單位 這就好一如特區成立前的情況一樣 現任行政長官將可以為他兩屆任期留下美好的回憶 自特區成立以來 住屋供應一直是其中一個大問題 且至今仍未好好解決 因此,假如將可處置的土地公開拍賣 能夠增加住屋供應 行政長官亦可以為他的十年施政留下美好的回憶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